- 能吃本药的 bacon - 能吃本药的雞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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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我的話 bleiben - 闔药 終於來到今天最後一個了 - 蜂蜦 - 药蜥蜣 - 還能摸 - 药蜥蜦 - 药蜥蜦 他真的是 用玩游戏的方式在比賽 硬S 用腦子在玩 來換玩 呃 胖齒哥 抵他S 還是S加啊 S加 人家可是胖齒 我覺得S而已耶 因為JG下路問題就是 對線強路不夠 我投S一票啦 那車長覺得S 可是我們沒有兩票一致 所以那就先S吧 那你排WUDI好了 喔 這麼早就要把WUDI排掉嗎 你知道我們都叫WUDI什麼嗎 什麼都叫WUDI系啊 你在拍C啊 他不會來打我 他現在在韓國也打不到你了 欸 輔助真的有點難想耶 你煎熬啊 欸 輔助沒辦法從很 就是要考量的有點多 就是要考量的有點多 對 只是沒那麼直觀對不對 對 遊戲沒那麼直觀 可能是四爺那些的 好 先先排CallJJ好了 CallJJ A 差不多 差不多 我覺得他近年也開始在退了 退化了 他Call還是很好 其實這支Liquid的那季后賽 沒有很怪的原因 嗯 但感覺只是很Call 他打團處理我覺得沒有很好 所以才會說 Liquid很像是五個人在打SoloQ 但還有一個人勉強在把這群人拉在一起 這樣 欸 呃 很難選 你連誰是誰都不知道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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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ING S加 敢破腦 這我認同啦 他肯定S加 這沒問題 那我選個李恆 來 李恆S 李恆S嗎 你想S加對不對 我剛才在想 我剛才在想這個問題 但是 我覺得 H加 有點太那個 我知道你想 但我自己也有點想 但沒有到那種 100%可以告訴你他就是H加 沒事我們把 全部都上上去之後 我們再戲修 我們拍KL0好了 對 應該 S 神牛 他也只有那個牛 什麼 人家韓服第一欸 1800針 我在想 這裡 從紀錄賽的內容來看 我覺得 欸 牛那一場我知道 整個賽季 考慮下來會覺得他有點溫不火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玩軟斧 會比他玩硬斧好很多 對 他軟斧比較土舌 嗯 他的軟斧很明顯在線的方面是很強勢 但硬斧就還好 OK 我的話燙 B 還是A 對 後綴界A感覺他也要能A 可是我覺得 可是他就是狀態不穩定 他的操作會影響到他的表現 可是我覺得他 對 我覺得他很多 他垮的時候會 還是能 他醜的會 很印象深刻 但後綴界好像沒有那個畫面 那我覺得 也有可能跟隊伍有關 Liquid沒有那麼講求團隊性 但GG有 對啦 他MSI確實是給力 十分 有也是AD轉輔助的 感覺 C 為什麼 外戰C9 感覺我感覺他會搞 我看他的臉 他是不是在跟我說他怎麼樣搞 怎樣 你寵物溝通師 看那個照片就可以那個 你說跟他當初在TSN一樣嗎 太棒了 一到臉上去 這段搞得那麼大的 先把HARP排掉好了 感覺 11 8 差不多是這樣 雖然他對於DFN的台書應該算重 我感覺他是那種 最像日本人的韓元 他的那種存在感 不是長相 就感覺他的那個價值 他玩得好的時候你會覺得很厲害 他玩得不好的時候你會覺得這個人 怎麼打這個韓元 重點是他在DFN也蠻久的 所以我就覺得他算一個外援 沒什麼到底 回DFN可不可能五個韓國人 那要規劃很久 那要換我了 小C是否C嗎 我覺得可以B 因為我覺得小C算是 少數進攻比較有威脅性的輔助 他GEO賽還有他冠軍賽的表現 我覺得B沒有問題 我覺得他的例行賽真的還好 我覺得CFO的例行賽還做得到 人隊看起來都不溫不活 就很普通 我覺得CFO前面真的蠻看 小C能不能做到事 但我覺得 小C的GEO賽是很強的 他那個節奏直接瘋狂游走 那我排一個 黑了水那個臉 等一下你又要想 你又要想那邊排到BAD了是不是 他應該要另外 另外拉一個叫HIGH THE SONG 我要排到DONNO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他想幹什麼 這個太難排了 那上下線真的差太多了 這個真的 我不知道他會玩什麼 他會怎麼玩遊戲 I DON'T KNOW 排一個拿好了 我沒想到他 就想到那個 戰鬥狂的LEONA 戰鬥狂的LEONA 他應該是 他超屌的欸 超屌的 他應該A沒問題 官司能把T1打成那樣就可以 他算是 NRG能走到D很重要的人嗎 中路更重要 他應該是第二重要的 FBI技優賽表現其實有點猛 那你在那邊幫他道歉 道歉 FBI不是我排的啊 FBI是我排的 你難難 嘿嘿嘿 然後育安排一個 好換我啊 嗯 S 沒問題的 感覺S加太多 那個 黑可觀太可愛了 Cute喔 我們那個利天怪 這稱號S加 可是你 你會覺得這個版本對他來說 不是很友善嗎 可是他很可愛 好 好 好 不是我覺得他的上限真的 很高啦 他的上限夠高 其實說不定他 比賽後期又開發什麼比較屌的 我覺得他世界賽的表現 都蠻頂的 說實話 如果你只看LCK的話 我覺得他可能 會只能排到S吧 但他亞運玩得很好 我那時候看完亞運之後 我覺得他還蠻屌的 那如果你Carria排到S加 是不是抵戴要上來 我剛才抵戴也在想 因為我他媽說S加 裡面一直在那邊愛說S啊 如果你Carria擺在這裡 我抵戴要拉上來 我也覺得 後來S加真的只能有一個人 再考一下 劉青松好了 S啊 我剛剛其實很猶豫 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擺 劉青松S加 我也覺得在想 劉青松S加 可是你按 你要放S咧 熊哥認可 冠軍輔助 最強箭頭 如果你按放S加 我會覺得劉青松好像 去S加也沒問題 怎麼沒有MACO 有MACO我一定排S加 大滿冠咧 好啦有冠軍 還是劉青松就放S加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看的 可是我是考慮 同一行有誰 我覺得S跟S加 都有他的合理之處 很難選的 因為你如果去考慮他的 每個點的話 會很難去評價 沒事啊 如果你想S的話 我們就簽S啦 等一下要調再調 好那不要 那就給他S加 好OK 我連軟輔都考慮運去 就讓他去S加 好OKOK好 那換我 我來一個誰好了 這誰 這應該看隊伏都要GAM了對不對 對啊 但他誰 那個行 S還是S加 應該S吧我覺得 他怎麼可能S加 我不覺得他不能S 我也覺得是S 因為不夠穩定 沒有讓你覺得 他是屌到 你覺得他一定得S加 可是有一點 你覺得好像有機會 扛的上限很高 我覺得他有點這樣 你不覺得嗎 他那種年輕 然後又很敢操作 S可以啦 他們是 就是不穩定 不夠穩定 我排LOVE好了 這輔助應該B 怎麼辦 中規中矩 我覺得圈比也蠻好拍的吧 圈比有點迷 我反而覺得他不好拍 好那我圈比A吧 圈比不好拍 好的時候你會覺得A 甚至有機會衝一下S 不好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他往下都很可能 對但整體我會想要把他排在A吧 好那你幫我把TW的補助排C C喔 你有跟他們團練過嗎 有啊 我覺得TW算下路比較強 還Plate好了 Plate應該C啦 主要是GN下路看起來要一起算帳 但他看起來我覺得VAD好一點 OK那最後一個這個 拉丁美洲的輔助就擺D吧 好 有欸 哪一個爭議比較大啊 有人剛剛有人說 李漢是不是要S加啊 感覺S吧 我自己覺得S啊 我覺得李漢S加比較勉強一點 都太高估了 那哪一個要調 講個具體一點啊 S加太多了 我覺得輔助真的很難直觀的說 他到底 對 輔助是真的比想當中的很難 不過我覺得S加最沒有爭議的 應該就是Missing吧 Missing很有用 對 好難喔 那個分界線抓不到 像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On應該是可以去S加 我也覺得Plate是有S加的 我覺得Delight反而 沒有讓我覺得他可以到S加 就是他的S加不是常態 他給我感覺是 大部分都是S 就是好的情況 好的搭配的時候他會衝到S加 還是 我都OK啦 反正基本上頂的輔助就沒問題 好沒事啦 那就留給留言自己討論 有點難 蠻量化 確實啦 因為我們三個都不是輔助出身 所以這個確實是有一點難啦 對是說還有那個嘛 那個Loud的輔助嘛 Loud的輔助叫什麼 他叫Lions 他應該 我覺得C 中規中矩穩定 然後會把對線該做的事情做好 但團我就覺得很普通 缺點比較明顯 但基本盤我覺得算有 然後你想要他提升上限 有一點點難